字幕志愿者 支持安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刀剑桥 杨栋梁 见上巴黎 菲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吃好东西会令人心情畅怀 第8集 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欧洲美食和亚洲美食 讲起亚洲美食 去到新加坡 我最想吃的就是肉骨茶 如果在馬來西亞的怡保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綠油 哇,好甜 但如果你在香港的元朗 當然要去B仔涼粉 試一下它的大大碗B仔涼粉 那你知不知道來到劍橋之後 有什麼你一定要試過才算是來劍橋的呢? 而我Vivi為大家介紹法國的特色美食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直播見吧 Hello,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莎莎 你好嗎? Vivi今天見到劍橋下雪嗎? 是啊,我看到你的Facebook 放了出來都下雪景 很棒啊 哇,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每個人在街上上學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不是經常下雪的 哇,是啊,很棒啊 巴黎也不是經常下雪的 所以我看到你的雪景 也馬上感染到聖誕氣氛了 拿了聖誕卡和聖誕花出來 很棒啊 很開心啊 是啊,是啊 你們那邊現在多少度啊? 我們現在是5度 我們現在 看一下,好像7度啊 7度啊? 是啊 今天有一點點陽光 但是時情時暗的 看看有沒有朋友進來 說個Hi 跟我們 告訴我們你來自哪個城市 我就是Phoebe 就是來自法國巴黎的 那Manisa呢? 莎莎是來自哪裏啊? 讓你介紹一下 我本身是來自香港的元朗的 但是呢 來了英國都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現在就住在英國的業縣 哦,元朗 難怪你要說B仔涼粉 在那個預告片那裏 我從小吃到大 真的很喜歡吃 你說的時候非常掛念 除了說亞洲美食 就是我們喜歡的亞洲美食 還會說歐洲的美食 是啊,因為我住在巴黎 我要說法式的美食 那你常常會說英國聖誕節 會吃什麼?是不是有什麼好東西 來到兼僑 要吃什麼才代表來過兼僑僑 是嗎? 是啊 那麼大家呢 入到來的朋友呢 說個Hi 跟著呢 like這個post 和share出去 給大家呢 多一些朋友介紹我們 歐洲美食 要不要先開心一下 因為疫情問題呢 我們常常都混在家裡 這樣眼睛去旅行之外 都要眼睛有美食 那就棒了 都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雖然說那些餐廳 很多都關掉了是不是? 但是我們呢 都可以在超級市場 就是這些必需品的地方 買到一些食物的 Malisa今天呢 你有沒有看到大家的朋友呢 看到Malisa今天呢 就是坐定定的 站在那裡 有些東西準備給大家看哦 嗯 是啊 因為呢 聖誕節快來了 所以我們家裡收到很多禮物了 不如我們一起開箱看看 英國人會送些什麼禮物啊 好嗎? 好啊 當然好了 好啊 現在看一看了 等一等 我們現在做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其實就很漂亮啊 是一個 你看看 哇 很紅色 又有酒 又有印了一些蜜糖 還有什麼? 披薩? 是啊 還有豬尾啊 有魚 是啊 這就是 太氣氛了 今天Malisa戴了一條紅色絲巾 特意配一些聖誕花的顏色 是 還有我收到給你看看 我今天在家裡的廚房那裡 因為我收到什麼? 阿周的禮物 哇 收到什麼? 在香港 在香港寄來的 去看看 一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今天很多東西開箱啊 今天Malisa開箱 首先我開這個箱子就是英國人 會送給英國人的禮物 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是 是 首先有一些環保子的 環保子 是 因為廚房都很講求環保 嗯 這裡就有一張紙寫著 這裡所有的箱的材料 都是可以複製的 因為我們在英國 垃圾桶 分了三類垃圾桶 不知道你們發覺是不是 我們說藍色的垃圾桶呢 就可以複製 綠色的垃圾桶就是放Garden那些植物 那些複製的植物 然後黑色的垃圾桶就是放一般的廢物 所以英國人是很著重環保的 法國人的垃圾桶有分的 我們有分呢 如果你 比如家裡買了一些超級適用的食物 那你要扔垃圾 拆了些packing的嘛 紙就特別放在紙的垃圾桶 膠的那些就要放在膠的不環保 就是不可以循環再用的物品 那些材料的垃圾桶分開 如果你是那些食物 瓜菜的渣仔那些 果皮的那些 就另外一個要封物膠袋 黃條繩垃圾了就丟進另外那個垃圾桶 是 這邊的垃圾桶 這邊也是的 明天聖誕節 我想我們都會收到很多不同的禮物 所以都是 環保是非常之重要的 看一看 是啊 看一看 哇 這個是第一份的 是 10月25號就會很喜歡吃的 我們叫做布丁 是 布丁 就可以放到焗爐那裡 大概焗10至20分鐘 然後就 哇 很好吃的 很香的 如果我們外國就很輕易有焗爐 如果香港人沒有焗爐 其實有沒有這樣收了之後 再怎麼弄回那個效果的呢? 沒有焗爐 可能就要放到微波爐那裡了 叮一叮它 嗯 OK 微波爐的 是的 可以聽到 我想幾分鐘都應該會OK的了 是的 是的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Biscuit來的 英國人其實很喜歡吃 很喜歡吃餅乾的 寫著Made in England 是 真棒啊 在英國 Chocolate Brownie的Biscuit 嗯 真棒 如果巴黎就不是經常吃 這些不是很多巧克力 但是就不是這麼多Biscuit 或者Cookie 他們就喜歡Croissant 就是牛角包啊 那些 我也喜歡啊 是的 還有馬卡龍那些 有甜的那些小餅 是的 馬卡龍 這個呢 這個是薯片來的 薯片包到這麼咖啡色的 很有趣哦 哇 一開一定會很香 那它在這裡寫著 你看到它種的Potato 先弄大一點你的榮光幕 好啊 弄你大一點 是的 好啊 這個是它親手種的Potato來的 這個就是薯片 那是Georgia的 又見一條開車呢 大概是三個小時左右就會到的了 那裡面的老闆的產品是非常之好的 那英國人最喜歡吃的 當然是朱古力啦 那這個朱古力呢 像聖誕樹一樣的 是的 三角形 我們都很喜歡吃朱古力的 所以呢 都要小心點 你不要吃得那麼胖 是的 我也有些法國家長呢 他真的在法國寄一些朱古力給我們 這個牌子 我們全個超級市場呢 這個牌子 其實就是等於香港 我們經常說金沙啦 中文 那麼它們超級市場 是的 有白色 有啡色和有金色 Exactly 啡色這個是什麼味道呢? 咖啡色好像是少少混了一些咖啡 朱古力與咖啡之間 如果普通金色的那些就是 瓶子的朱古力 我都超喜歡吃朱古力的 所以要忍著才不要吃那麼多 他們超級市場呢 會用金沙這樣的朱古力 砌成一條金沙 或者聖誕樹 是的 我想香港那些聖誕樹都可能有得賣 那都是很漂亮的 嗯 我們都吃不到 因為之前都吃了很多 但是我發覺它是意大利出的 是的 意大利出的 但是它全球都應該很多人喜歡 所以呢 現在我看到很多人進來 進來的朋友說個hi好不好 好啊 和我們在這個貼文 分享一些開心的東西 是的 現在介紹著 她在英國劍橋收到聖誕禮物的拆箱 拆箱和大家分享一下 倒轉了盒子那些字 好像現在 Monserrie倒轉了盒 Monserrie是白文來的 朱古力你也懂得白文 不如你講一下 為什麼Monserrie? 這個是一個cherry 櫻桃的朱古力 Hello Rosanna 那應該在法國呢 聽說很多法國人喜歡吃的 是 很喜歡 我也是很喜歡吃 對 他們送過來 覺得很好吃 還有一隻朱古力呢 是我家人在Paris那裡寄過來的 給你看一看 哇 Monserrie剛才那個朱古力的意思是 我的親愛 哦 是 是啊 我的親愛 這個 這個是朱古力 哦 這個是什麼呢? 我好像在法國沒有見過 是什麼? 在超級市場就可以賣了 裡面很好吃的 是在英國 美國來的? 在Paris 超級市場 哦 OK 可能我沒有留意 Yes 你可以看一看 好啊 這個朱古力也是很好吃的 所以 你收到這麼多法國Paris的東西 那我下次來劍橋探你的時候 要帶回一些在巴黎買專有的東西給你先 這個就是英國的 你回到英國這裡 裡面有一些很好吃的 Chester的芝士 是Mature 很好吃的 是的 這就是放在超級市場裡面 是不是? 是的 那英國人也不喜歡吃芝士的呢? 因為法國人就出名喜歡吃芝士 四百多種芝士是不同的 英國人也不喜歡吃芝士的 非常喜歡吃芝士的 這是很棒的東西來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禮物盒 通常會有芝士餅在裡面 哦 是是是 這個呢 就是這個mince pie 那麽就好像那些 mince pie就好像香港的彈卡那樣的 不過裡面就有很多果仁的 又是放在微波爐裡 這個就大概是放在微波爐裡 Gasmark 4 180度 10分鐘就行了 只得吃了 那就怎麼樣呢? 這個是放在微波爐裡 整熱了 是的 放在冰箱裡 你放在微波爐裡 我想就不用10分鐘 我想微波爐可能1、2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是有Brandy的 有些酒在裡面 哇Brandy 我們發覺有種巧克力叫威士忌幫幫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呢? 我也聽過了 是的 大家知道威士忌幫幫的法文 其實就是糖的意思 是 如果英國人都認識的話 原來都出名了 是 但我經常去巴勒的 所以就認識 所以你認識是這樣 是 這個就是Straup Bread來的 就是近一點 在蘇格蘭特別多的 英國人都喜歡吃的 嗯 經常買回去做手信的 如果你回亞洲的話呢 在機場裡很多天可以買 那你要近一點的鏡頭呢 給一些朋友見一下那個牌子 好啊 給你見一下那個牌子 是呀 移回城 是的 OK 好 哇 還有朋友 Della跟我打招呼 Bibi老師 你好啊 我打招呼 我打招呼 是的 正啊 你好 你好 好 再看一下這個就是英國人 聖誕節喜歡吃的 它叫做Chotney 那就是用蜂果啦 有些白酒在裡面 加些薰果啊 Cranberries啊 還有一些Sugar這樣做在一起的 嗯 那這個是一粒醬啊 做什麼呢? 他們有時候會用來送一些鴨 或者是送一些雞肉啊 Turkey啊 貨雞啊 是的 是的 好像那些火醬 然後又會放一些肉那裡吃 是不是? 肉都可以的 是的 收到多禮物了 莎莎 再看一下這個了 哇 有些英國的紅酒 其實知道英國自己都會出紅酒的 是 其實英國是不是冷一些 所以它出紅酒的機會 會不會又會少一點點呢? 是 我們的產量 是你 那麼多了 嗯? 我們的產量一定沒有你們那麼多 是 是啊 相當上的價錢就會貴一點點 因為出得少嘛 是 因為有經貴一點 啊 再看一下老王 這個呢 就是聖誕節的蛋糕了 啊 什麼特色呢 這個蛋糕 好 這個蛋糕呢 它就寫著是1972年 是首做的 就是它家公司已經開始 首做這個蛋糕了 嗯 英國人叫Fat Jack 就是去旅行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帶頂一些在那個背包那裡的 哦 就是走到肚餓又旁邊沒有東西買來吃 那就可以很快地喝回體力繼續走 很快活著 是啊 是啊 還有 再開這個先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Strawberry Jam 是啊 那我們用來調查在英國那些 英國那些 就是下午茶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插這個 是啊 是啊 如果說回果醬呢 法國呢 早餐都會果醬 茶落一些麵包 然後用牛奶或者豆漿喝的哦 不只是下午茶的哦 我都要看一下 其實原來很多人是吃甜的 就是法國人很多人都是吃甜的早餐的 是 是 這個是不是的呢 英國也是的 嗯 有一個give message 我來 很開心啊 這個give message 是 是 是 我來的 我覺得很漂亮哦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這個 哇 裡面有一些棉花糖啊 很多巧克力的東西 是啊 哇 好棒 好開心啊 這個粒已經夠吃了 可以送一杯咖啡已經非常之好了 是啊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哦 這個是他們手造的口罩啊 可以這樣做的口罩 哇 很適合你今天那個絲巾又配上紅色 啊 啊 是啊 而且上面呢 聖誕pattern的花 聖誕pattern的小小亮的 哇 這麼漂亮小小亮 哇 真美哇 好美哦 很美 今年送口罩 可能是連一些美食 大家就會很開心 是的 有些開心的東西 咦 這個是什麼呢 狗仔? 這是口罩來的 手是手製的 很漂亮 手製嗎? 是啊 那是你的朋友手製嗎? 還是他買一些手製的東西來送給你呢? 我朋友自己親手做的 親手做的? 哇 很漂亮啊 藝術來的 是啊 很漂亮啊 非常 你不知道怎麼喝上去呢?真是很神奇 做得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 我要問一下他才行 這個整個包裝就有這麼多東西了 整個包裝是你放進去 還是一個人送這麼多東西給你? 一個人送 是啊 哇 厲害啊 哇 很多啊 很多東西 是 英國人我就知道 英國人都喜歡喝酒的 但是一定沒有法國人喝這麼多 晚上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 喝醋的 晚上走來喝醋的這麼有趣 是啊 我們下午 香港不是下午喝醋的嗎? 你香港已經下午喝醋了嗎? 裡面其實是有維他命D、維他命E和維他命C的 英國剛好 冬天其實陽光比較少了 所以現在開始很多人都會在英國喝醋的 哇 是啊 冬天喝很舒服 如果發覺呢 很多時候喝咖啡、茶都有的 我們叫做花茶T神 都很棒啊 很多我們叫美食治療啊 想說 就是呢 心情麻煩 這期的疫情關係呢 都吃些好東西 喝些好東西 開心啊 是啊 哎呀 雖然說那些口罩很漂亮 我也覺得我和時席都很漂亮 我們有一些包 這個包裝呢 就是因為環保關係呢 你就可以將這個包裝倒下來的 就是英國的房子這樣 這樣 就可以用這個這麼漂亮的聖誕節的瓶了 這個是我上兩個星期買的 哦 OK 是啊 還有這個是我亞洲的家長送的 看看 哇 你有很多愛與正能量啊 又有朋友送東西給你 給很多 Happy Lens 就是 因為他們要回去了 就是他們要回到亞洲了 是 那我今天都有一個學生 剛剛在機場 在倫敦機場做了這個COVID test 那他是negative 可以今晚乘回去了 搭國財 所以我都很替他開心啊 是啊 可以回到香港給別人過聖誕 因為現在是就來英國或者法國的學校 都會將會很快就會放兩個禮拜大假的聖誕節 香港人只得同式的日同日 是不是 我們叫做 哇 這樣就很好了 可以回來了 這是Cookies來的 嗯 你們呢 你們都會吃 我推巴黎的時候 看到你們那些美食都是非常之好啊 是啊 我們都很喜歡吃漂亮的東西的 其實有時候就是不一定要貴的 但是呢 只要你精心挑選的話呢 咦 特特勒 好了 特特勒 你好 特特勒 你好 特特勒 今天我們都很高興的啊 你 可不可以放到特特勒的樣子啊 寶貝 放到特特勒的樣子啊 好啊 Hello 特特勒 你好啊 非常好啊 對不起 集中 聽到嗎 特特勒 懂 以前講到nung的 講到的 一句吧 做得知得你 就讓我想到香港的食物了 這是香港 是不是 elementary的 味道哪 香港是 ada di 香港agüre啊 見到了 我有紅貓 是不是呢 對啊 肉鬆鳳凰卷啊 很好味啊 哇 很好味啊 是啊 最漂亮的 Dotterl今天振回了Manisa 一個紅色花向這個綠色的聖誕葉 這樣好像 像聖誕葉一樣 是啊 很有聖誕氣氛啊 Doctor 又讓大家看看我們 讓大家看看Manisa的禮物 現在正在開箱了 如果我們吃聖誕大餐 就通常會在每個人手上都會有一個開箱的 你們會不會在法國? 這個怎樣呢? 這個就是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們香港人每逢聖誕大餐都一定會有的 這個開箱就比較名貴一些特別漂亮的 裡面就會有樂器的 每一個開箱裡面都有樂器 在開餐之前 在吃這個聖誕大餐之前 你就坐在旁邊的人就要繳著手 這樣繳著 然後將那個規格這樣拔開它 裡面就會有些小禮物的了 哦 我們沒有這個 這個真的是第一次聽 第一次聽嗎? 這個已經很厲害了 是啊 我們沒有這個 但是你說開聖誕餐之前 就會大家帶一些聖誕禮物來 放在森下面 喝一些開胃酒 又聊聊天 吃一下午餐 吃一下小食 跟著就拆了聖誕禮物 就互相送完之後就去吃東西 或者吃到一半又覺得想休息 才開聖誕禮物來拆 也都有的 是的 明白明白 是啊 你好啊 多謝你上來 多謝你在歐洲吃過最好吃的食物是什麼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在歐洲 我就說法國 我想法國有一次我特別很開心 就吃一個叫做血鴨 是 我記得當時我們看很多旅行那些 就說什麼最特別的 我們要很早前去點的 去到的時候 我第一次吃 吃過一次而已 在法國吃 好像那個山 好像那個城堂那樣的 進去就一個位置 它外面的餐廳有很多写真 接著吃一口就叫做血鴨 他說在法國就一定要嘗嘗 那次我記得印象很深 因為它很好吃 還有就很香 很豐富 有一些酒 還有那個地方好像一間堡壘 進去的時候 它外面有很多一盒二盒的鵝乾醬 賣給你 就是賣給你 它是一些paste來的 那你可以全部拿走 那是我第一次來講 真正的法國吃就是吃一個叫做血鴨 然後回到香港都有一些餐廳有的 但是在法國開始就真的很好吃 是 因為在法國吃正宗的當然應該 它按道理都是好吃過在亞洲去煮的 因為可能那些用料又新鮮些 因為廚要到處去 因為你去到法國 有一間法國好像一個山仔的堡壘 古色古香的 那有一些很大的寶石 那些畫就畫了很多工具 就是你一方面吃到那個血鴨 用法國的師傅 一方面那個高高的山 那個環境又很漂亮 那你很快慢活 因為你慢慢吃 吃一道菜吃很久 我吃幾個小時 那你就是要感受到那個環境 周圍的人都做好一道菜 慢慢嘗 反而這種感覺是整體的 又看得到 又聞到 有一些畫在那個餐廳那裡 有一點點音樂 就是又聽得又看到 又吃得到 各樣都齊了 所以印象就好了 是的 氣氛很重要 法國人和你說的那個慢活 他們都很懂 當然如果要工作的時候 都不是下下 但是假期真的這樣慢活 去感受的氣氛 我都很認同多德拉講 你整個配套加在一起 你整個感覺很發色 很悠閒 很舒服 有播放一些音樂 旁邊有一些明畫 就是很棒的 真的 我也很喜歡這一種氣氛 不是明畫 而且因為平時我們去餐廳 很漂亮 前面放了一些花 但是你去到你經過一個花園 不是桌子上記得一花 那我就很印象 這樣的印象都很深 是啊 很好啊 多謝多多拉分享 是啊 Bibi 你呢 你在法國那裡有什麼好吃 快點介紹給我們 是啊 好啊 其實我就想講一下 如果剛才莎莎說了聖誕節開箱 那我都不如講一下 法國如果聖誕節吃什麼 好不好 那很多時候呢 我自己本身又喜歡吃的就是 法國的海鮮 因為法國的生蠔就很出名了 它在海邊的洛曼帝 在法國的北部的洛曼帝 或者在這個西北部呢 我們叫做博灘這個地方呢 都是出產很多新鮮的生蠔的 那而且呢 生蠔之中呢 我們如果是平時不是聖誕節吃 我就很喜歡吃海鮮評判 如果大家看預告片呢 你看到我張相片啊 是跟一個很大的海鮮評判合照 那就一定呢 你會吃得很開心的時候呢 就要配上這個白酒 譬如呢 我又帶了一瓶白酒的樣子 給大家看 其實呢 吃海鮮就要配白酒 為什麼呢 因為海鮮就是淡的 鮮味的 那你配上紅酒 可能太濃郁就蓋過了 就帶不出那種鮮味 所以就配上白酒了 那海鮮評判怎麼特別呢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碗 然後就放了有生蠔 還要有 你可以在菜單那裡選擇 不同尺寸 不同的生蠔呢 你可以配搭哪一種尺寸的生蠔呢 就有多少隻啦 它多數在菜單那裡都會配上給你的 但是在不同的配 款式的海鮮都有幾種拼盤 有些有麵包蟹 有些就包上有龍蝦仔 或者半隻龍蝦 有田螺 還有一些蝦 很鮮味的 大家來到如果喜歡吃海鮮 就一定要試這個叫 法式海鮮評判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Facebook的朋友 我偶爾有朋友來 或者有時開心想放鬆一下 都有去吃這個海鮮評判的 很好吃的 是啊 很棒 我想Melissa經常來發覺 應該都有吃過海鮮評判 就是在巴黎一個機場附近 巴黎有兩個機場的 Charles de Gaulle一個Orly Airport 那一間特殿很近Orly Airport 那裡的海鮮評判真的很好吃 是啊 這間沒試過 下次你要跟我一起去吃 下次有機會來 現在這個單真的很希望有機會 整年都沒有衝出過英國了 是啊 整年都沒有衝出過 那下次吧 下次一定有機會的 就會衝來巴黎吃 我現在最掛念的就是亞洲的美食 這個是白兔糖的 大白兔糖 你看 這是你的朋友的大白兔糖 小時候吃開的那些 很久沒吃過這個白兔糖了 但是你這個麵包是自己 放進玻璃瓶了嗎? 沒有東西放進去的 是啊 很漂亮 很難可以買到 這個呢 幸好在英國 Amazon就可以買了 這些是日本的甜蜜麵 真的是非常好吃 咦 我們超級市場都有這些 你超級市場都有啊? 亞洲的超級市場 都有亞洲的這些麵啊 食品啊 醬啊 那就是太好了 我還有呢 最近剛剛收到的日本學生 寄來這份禮物 真是美得不捨得拆了 那些日本人 你看 哇 那你現在拆不拆? 遲些拆了 你不捨得拆 不捨得拆? 如果大家想我拆就在那裡打個一字 我打個一字 打個一字 我先打個一字 很漂亮 你基本上 日本的那些禮物 哇 真是美得 很漂亮 這個是 他說是1931年的 即那間店 1931年已經在 1931年 很歷史悠久 Sam打了很多個一字 你現在肯不肯拆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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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什麼來的? 我可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日本的 亞洲的美食物 Manna又有打一 跟著Ebby又打一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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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嘗試拆一字 哇 又有很多人打一了 超多人打一字 有很多的徽章在那裡 是啊 我打一成一千了 哇 先看看這個日本的學生 是去年他過來讀研究生的 是啊 很開心啦 他又在艦橋生活得很好 那我們又知道 他又嫁著你 又傳一些禮物來 是啊 日本人呢 我發覺很有感恩的情懷 他是連他婆婆 他媽媽 他爸爸 全部都寫信你 哇 看什麼很漂亮啊 很好感恩 是啊 是啊 日本人 用這個代表達 嗯 是啊 但是這裡還有 其實我已經開了三重了 裡面還有一重 你看看 我們逆天都學習感恩了 我們不容易 但是呢 很多感恩的人都開心一些 充滿愛和精冷涼 這個盒是不是很漂亮呢 哇 這種花是不是叫Iris啊 如果沒看到 是日本的Iris 後面呢 你看到很多日文的 嗯 嗯 我相信 你一樣 哈哈 終於 哈哈 哈哈 Hosanna和我一樣 都是一一一一成幾多個千萬 看了多少人 看你拆禮物 Malisa 是的 日本人那些 那些東西真是很厲害 哈哈 哈哈 哇 真棒 其實我覺得你現在拆好 我們用這個影片記錄了你這個 還可以再看 很漂亮啊 這隻花呢 其實歐洲都有的 很漂亮的花來的 嗯 我覺得還有它是紫色 現在它的盒還配金色 是啊 這個學生呢 他本來來到的時候 英文不是太好的 所以我們就幫他 把他的英文變得更加好了 是 你看看 你幫他提升了英文 他真的很感激你 哇 裡面有幾種味道的 這張卡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味道的 嗯 朱古力 綠茶和什麼呢 草莓 大家想吃哪個啊 看一下 我想吃 朱古力我想吃 朱古力有Almond 杏仁 接著有這個Mixed Nut 還有這個 這個都是Nut的一種來的 全部都想吃啊 怎麼辦啊 全部都想吃啊 怎麼辦啊 大家選一個 選啊 選杏仁 第一那個是什麼啊 第一啡色那個 這個是朱古力 普通朱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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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有杏仁 有這個香泡雞丁 那隻Nut 和Mixed Nut Mixed Nut Mixed Nut 原來這個盒餅是在博物館賣的 博物館很多很漂亮的盒子的禮物 是一幅博物館 日本博物館的畫來的 嘩 很多人都有看到照片 嘩 麥莉莎 你今天給了很多照片給我們啊 深深眼啊 有人說 看到你的東西 哈囉 蔡先生 是的 嘩 連這個盒包都是一幅明畫 嘩 真是很漂亮啊 那張畫來的 你家裡 嘩 如果Bibi 你下個星期來呢 我請一口 我們一起吃 我們一起吃 嘩 原來是一些Cookies來的 這個就是Mixed Nut的Cookies 嘩 正啊 我都想吃 可不可以留回來吃 好啊 好啊 如果我真是很順利地這樣過來 和你一起分享的話 留一點給我吃就不舒服了 好啊 我都可以拿一顆大白兔糖 Lalisa 你看 你拿一顆大白兔糖 可以了 可以了 看來你這麼巧 你那邊又有的 是啊 可能我也喜歡吃 所以剛才我馬上去拿一顆大白兔糖 給一個酸酸酸 這裡寫著 如果你懂得看中文的話 就寫著大白兔糖 看不看得到 是 焦點了一點點 用一隻手擋著一顆糖 那個焦點會好一點 躺在手心那裡 好像麥莉莎那樣 是啊 很容易焦點得好一點 是啊 大白兔糖 真正啊 你 是 和麥莉莎 這隻手擋著 想給人家看 就要把手心 就把它按住 這樣去焦點 好一點也是 是啊 你知道多時 人家外交去中國 是在那個 officially 是用大白兔糖 請外交的人吃的 咦? 那麼好啊? 打翻就知道 那個人是 原來是大白兔糖? 是貴笨 想不到啊 在這個時候 就是請他吃大白兔奶糖 可以了嗎? 我想告訴你 巴黎的超級市場 中亞洲的超級市場 都有大白兔糖賣的 有一次有個中國朋友 他就送給 就是送東西給人 他都有送大白兔糖出來 然後我說 咦?為什麼會送大白兔糖? 原來你這樣說完 就是在中國人心目中 大白兔糖的地位這麼高崇 是很高崇 白兔糖呢 就是用國家 各個officially 因為在中國來講 你是用奶味 是很適合的 是 所以那時候的小姐 他們就拿 所以大白兔糖 就是人威 傳到外國了 然後代表了中國 就送給他們 家鄉的味道 給人家 是 家鄉味道 哇 正啊 好正啊 好正啊 那我剛才很小時間 我又馬上去拿回一些 我現在收了的食物 我前幾天就收到這些了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就吃一些叫做罐頭 它是八口魚 人家吃新鮮包 那我前幾天就收了很多 這些一盒一盒 現在我們很流行 就是吃這些這樣的一口包 煮麵也好 煮菜也好 就拿這些 小小盒的鮑魚 是 還有 今年很開心 聖誕節的學生 送給我 一個這樣的朱古力 每一天都有一盒 那我之前已經吃了 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4號 法國都是這樣 一天就吃一格 吃到最後就吃兩次了 就吃了 是的 接著我們再吃多一格 每一次 譬如這裡 今天到這一粒 那很好玩 它撕了出來 就有一粒朱古力 是的 那我現在就可以給大家看了 今天有一粒朱古力 那接著可以吸回它 其實整塊糖 都數著倒數 現在聖誕節就快到了 是啊 聖誕節 法國的小朋友 每人都有一個這些在倒數 有時候呢 很心急的 不是一天吃一粒吃光 哈哈 有時候跟你們分享 聖誕節很開心 我有一個起司法 那麼呢 很漂亮 咦 寫了你的名字 Irene 是否專門的 還是選擇 有不同的名字來選擇呢 人家送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這個是起司法來的 但是它就黑了它的名字 還有印了 Queen of Chicken 因為喜歡做食物 是 正啊 德韓原來很喜歡做食物的 很喜歡做食物的 前一陣子我們都 因為這陣子是COVID 在家裡 然後就請很多朋友回來做食物 是 是 那當然要給我一口噴噴噴 吃粒朱古力 那綠色 我吃一顆綠色的朱古力 哈哈哈哈 很開心啊 很開心 是啊 不如說說 有些叫Gin的酒 這些18歲以後才會喝的 當時開拍我們就會喝這個GIN Gin 是啊 可能大家都會聽到英國人 Gin是在英國人特別喜歡的 是不是呢 在英國人都很喜歡的 特別開派對的時候 難怪的 我以前在香港 如果聽說唱歌的朋友 他們在香港 很喜歡唱卡拉OK的 那我就會喜歡特別鍾情 一種飲品叫Gin 7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呢 嗯 好美啊 是Gin 7 其實是Gin 7 那Gin 7 我就改了一個名字叫做 《一生不變》 因為我就是飲來飲去 都是那一種酒 菲菲 你好 你是不是有首歌要跟我們一起唱啊 好啊 我就準備了一首歌 這首歌就是停歌來的 平時我就跟大家唱了一些勵志歌 不如今天又玩一下這個聖誕 又有些浪漫氣氛 還有一些感恩的心 我看歌詞之外 它就不只是說愛情的 那就是什麼呢 這首歌叫《今生今世》 如果大家有聽過 哥哥張過榮這首歌 我非常喜歡張過榮哥哥 這個是我無可取締的一個超級巨星 那我就獻醜了 就希望多謝他 在疫情之中 我看這個歌詞的時候 會覺得他裡面好像說 眾是苦劫都變得美 因為我們懷著一個感恩的心 去珍惜我們身邊所有 對我們很好的人 不一定是你的愛女 或者是你哪一位 總之是任何人 對你好 你都應該感恩 還有我們想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留下歌詞吧 是的 好 讓我先準備一下好嗎? 盧森娜好啊 唱歌唱歌 多謝支持 大家拍一拍一拍 還有今次這首歌是慢一點的歌 希望大家都喜歡 那我先準備一下 給掌聲心心花花鼓勵我行不行? 掌聲一點 掌聲一點 自己讀要讀 讀特阿龍 不太久 是天空香港人 默默的企酒 在一分裂 踏過多少山 斷斷情路也失望 我不甘心說別離 研究渴望愛的傳奇 不寫不寫 會長夜空虛風中繼續聚 風裡笑著風裡唱得甜 總是呼吸都變得美 天也路任海也路 唯望此愛愛未老 如今生一定黑身再擁抱 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你這把聲音 是 慈聲嗎?多謝 希望OK啊 大家喜歡 看看有沒有發羞 先發心一下 打個招呼 是你的真手 清清燃亮這份愛 是你的聲音 夜夜陪伴我的夢 我 握出真心 新的美 無盡每日 每天想你 今生 今世 寧寧寧寧 拋開 瀟灑 人未飛 風裡笑著風裡春 感激天意幫忙著你 縱視夫妾都顧得美 天也路 任海也路 遺忘此愛愛未老 願意今生一定他生再擁抱 風裡笑著風裡春 感激天意幫忙著你 縱視夫妾都顧得美 天也路 任海也路 遺忘此愛愛未老 願意今生約定他生再擁抱 願意今生約定他生再擁抱 希望大家喜歡 是啊 很開心 好像被擁抱的感覺啊 菲比 是啊 很光顧 是啊 很光顧 哇 菲西娜很多花花心心給我 感謝 感謝 是啊 很光顧自己的歌 所以他出去了 他有第二個meeting 所以他就off了 是啊 那好吧 Protter 你還有什麼跟我們分享啊 分享就覺得挺好的 我們有這麼多集 又講美食 我們跟著還有第九集 是啊 我們有第九集的 嗯 慢慢去有些靈感 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 還有帶給大家歡樂 正能量 雖然有時候我們有些項目 比較是有新的項目 可能到時候未必是 未必是一個禮拜一次 可能有時候會兩個禮拜一次 會疏少少或者十天一次 都不定期的 但是我們會繼續持續去做這個節目 希望當這條沙沙遇上巴黎菲米 都給了很多開心的氣氛 還有一些正能量 和一個正面的訊息給大家 好嗎? 好 那我們必須要留意 留意著 追著 是啊 追著 就like我們的post 和share出去 還有就可以多點留意我們的最新動態 那怎麼可以留意到 快點看到呢? 就like Happy England 快樂英格蘭的Fan page 我們有新的消息 就會告訴大家 Phoebe的Facebook page PhoebeG Photography Paris 我都放了我們的連結 在上面的post那裡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最新動態 多謝我們三位 很豐富 多謝 多謝 多謝我們 多謝我們聽眾的觀眾 對了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了? 可以了 是啊 最後有一個Ford & Mason的 小小起司 跟大家say goodbye 嘩 正啊 這個起司 是在歐洲買回來的 是不是?這麼正 在英國 英國 很漂亮 是啊 因為多謝啦 你是在英國 Malisa是出現的 我以為你走了 是呀 封面了 可以回來的 太好了 是啊 好啊 那你可以回來 那你拆箱拆光了嗎? Malisa 拆光了 大家很開心啊 看到你拆箱 是啊 我都很開心 很多禮物啊 我們今年 每年都一樣 是啊 是啊 好啊 那今天呢 由於時間關係 就說不了這麼多什麼 法國聖誕節吃什麼 給Malisa說多些 可能下次有機會 就來近聖誕的時候 又說多一點點 看看到時候 還是說 不在直播講 可能我都可以拍一些短片 有些相片 有些音樂 去分享給大家 這樣都可以的 不同形式 那麼我們現在有多些新的項目 在做著的 所以莎莎剛才跟大家講了 未必我們的 當劍橋莎莎與嬪嬪嬪 未必每個星期做 但可能隔一個星期做 由於呢 不如說少少我們聖誕節 快樂英格蘭有些新program 給那些小朋友學英文的 是啊 我們現在呢 和Dr. Lau 和兩個音樂老師 正正在想著 一個聖誕節的項目 因為這個聖誕節大家都去不了旅行 如果你有興趣的 可以在下面打英文 English這個字 或者打音樂也可以 我們就看看多少人有興趣 我們就在想開這個班的 每一天大概一個小時 那就由聖誕節陪著大家一起去上課 每天有一個小時學習的 用音樂去學習英文是不是? 是的 用音樂去學習英文 我會把最新的二歌送給大家 在歌詞裡面去送給大家 是的 因為聖誕節都很開心的 我們有一個音樂 《Merry Music》 希望大家又學到一些英文 接著聽到一些歌 很開心的那個《法律聖誕》 是的 會維持多久啊? 這個學英文學音樂的唱歌 我們暫定就是每天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那天那些小朋友要去外面的或者是 他有些事情要做的 那他可以在網上看回我們那個英文的節目的 一邊看 一邊學英文 還有現在很多小朋友 特別是亞洲來的那些 我自己就發覺他們那個發音 不是發得太準 就是那個《法律聖誕》那裡 我都跟英文老師再聊一聊 看看怎樣可以幫到那些小朋友 特別是有一批學生 他們很快九月會來開學 或者是下年會過來英國的 是的 下年如果疫情過後 很多人過來英國的夏日課程 以前你們都這樣做的嘛 是的 是的 那他們的網上可以多些人過來呢 因為我們平時整個學校都包了 就有幾百個學生 大家一起來到英國 感受一下劍橋的夏天 是很開心的 是很開心的 這裡的夏天 今天早上下雪都很漂亮啊 我覺得 是的 還要是英國人說英文的口音 我都想啊 我們在外國生活就知道 其實你一開口 人家外國人就會知道 你在哪裡來的了 就知道你是不是本地人 所以如果有小朋友開始訓練 對小朋友將來在外國生活 會非常之有好處 嗯 如果有興趣 或者都想知道多些資料 在下面留言那個Live的下面留言 打英文或者音樂 是不是 是啊 是的 音樂 音樂 等我來知道 其實會給大家多些資料 到時抹下誰有興趣 嗯 實在太好了 是啊 也都很感謝 我會教Phonics 教大家 怎樣去發音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不同的音 都會是用我們的唇 用我們的齒 去補不同的字別L 那怎樣去做得最好呢 我們會用一些封詞 去和大家一起分享 它是《語學英文與娛樂》 會很開心 很好玩 又加上音樂 希望大家喜歡 是的 太好了 多謝Therla和美莉萊的心思 做這個 是啊 Therla就很有經驗的 在教學上 Therla在港大教書 我也請到一位 港大幼兒的專家 就是她是很厲害的 這方面 會和她一起去研製這個課程 嗯 實在太好了 好 那我們等朋友們 打音樂和英文 就可以收到 Therla這些資料 再去了解多些 其實一直在做這個program的時候 Therla都會在Facebook那裡 放一些最新的資料 大家記得留意 Happy England這個Facebook Fan Page 和Like和Share出去 那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 快樂英格蘭 在英國教育園的資料的了 嗯 還有我們都希望可以幫到 很多將會來讀書的小朋友 真的適應得更加好 在英國的生活 因為真的 打英文啦 莎莎 謝謝 我們今天這個 我想比如親子都會適合的 因為如果比如你的父母 和你的小朋友 可以大家一起唱歌 大家一起向你練習Fonix 給你一個快樂聖誕 是的 還有最開心的就是 Phoebe會幫整個家庭一起拍照 去幫我們的家庭 Phoebe你可以說一點點 好的 我們怎樣可以這麼多科技 就是在網上拍家庭合照 是的 如果大家如果參加 莎莎這個學英文 唱兒歌學英文的項目 總之我就賣個關子 這個high tech 但是很特別的就是 一家人在親子的情況 學英文底下 可以在網上拍家庭合照的 是很有聖誕氣氛的 大家一定要特徹留意 究竟是怎樣玩法 還有怎樣享受 今次這個新項目 好嗎 立刻想到 我們以前在香港 拍過一些貼紙相 是的 我們昨天聊的時候 就想到貼紙相 是否很開心 大家應該拍過貼紙相 我也拍過 我以前的大媽媽拍貼紙相 所以這個創意 也都可以放在這個program那裡 忽然間很有創意 Phoebe入了我們英國教育院裡面之後 很多家長都要等她過來檢桃拍照 是的 我們一定會來檢桃 我們一起過來等Phoebe 我們來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在Cambridge那裡 一定會 一定會 Cambridge到時候我們又一起做Live 又一起拍照 一起幫助家長拍照 和Manisa拍照 到時候Dr.Live都過來了 哇 我們三個人一起在同一個地方 到時候 很想的 到時候就好 一定會 疫苗已經開始出了 應該到這個 夏季節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很開心地出去玩 是的 應該是一個歐洲國家有疫苗 非常期待 是的 我也很期待 謝謝 好了 今天在聖誕節的時候 還有新節目跟大家見面 是的 好啊 很多人還為我們鼓掌 不如我們都邀請一些觀眾 給like 支持一下我們 給心心 還有打三下 拍手掌的emoji 自己都為自己鼓掌 在這個疫情底下 我們都一起努力 為了這個疫情 我們都不容易度過的 但是我們都選擇一個很好的角度 去繼續向前發放愛和正能量 生活都會好些 所以就是縱視苦劫都變得美了 好像歌詞一樣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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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就多謝大家的支持 是啊 我們 有些朋友還在這裡留言 他說要打 拍手掌 有人不打音樂 可以了 因為你都很喜歡音樂 還有很喜歡用一個很靈活的方式 可以去教學生的 我相信你們在設計這個program 就很棒的 我很期待現在 是的 我們多領域 這次這個program 我們會在英國 香港 還有在其他地方 大家一起Live 一起去過一個 Global Christmas Yeah 好 就太開心了今天 很好啊 好感恩大家的支持 非常之多謝 嗯 懷著一個感恩的心 那你的生活就會得越來越 有衝勁 有力量 是 好啊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著這麼多 下一集 第九集見 第九集見 拜拜